泰迪狗拉肚子吃什么药? 泰迪狗拉肚子吃什么药? 现在养小泰迪的家庭越来越多 然后他们也非常的好养 活泼啊不掉毛啊都非常好 但是我们呢临床上发现了 这一类小狗呢 往往会发现他们的胃肠道并不是非常的强健 所以有的时候吃一些深冷的东西 或者是着凉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病原菌的感染啊 就会比较普遍 当家里面的小泰迪 如果只是出现腹泻而没有出现呕吐 前程状态还不错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进食进水 12个小时进食 4个小时进水 长大空空腹 这样对胃肠道减低负担会非常好 然后同时呢可以吃一些 比如像减食碳酸B啊 或者是一些中尘药啊 比如像穿心涟漪类的 但是完全可以去对腹泻 有个比较好的控制和治疗效果的 完全可以去吃的 但是如果在进食进水期间 或者是吃药期间 我们仍然发现腹泻不断的变严重 或者是伴随了其他呕吐的发生 那当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 一定要循医问证 因为腹泻 往往只是一个表象 能引起腹泻的原因 除了胃肠道疾病以外 还有太多太多的原因 有些原因甚至是要考虑到脏期的损伤 或者是有毒物质的摄入 那碰到这一类情况的话 早治疗一定是好的 不要耽误运气 下贴士 第一件是进食进水 12个小时进食 4个小时进水 这样对胃肠道减低负担会非常好 然后同时可以吃一些 比如像减食碳酸B 或者是一些中尘药 如果在进食进水期间 或者是吃药期间 仍然发现腹泻不断的变严重 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 一定要循医问证